一个派对也能引起一场集体穿越 最近一场名为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派对 让我们见识到了穿对衣服玩派对的重要性 此话怎讲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一下 昨天在上海外滩园一号的老别墅内 举办了一场葡萄九州开幕派对 除了推荐了很多好吃好玩的餐厅之外 派对的Dresscode也要求来宾穿着红白元素的旗袍来参加 在旗袍的修饰之下 女士们曼妙的身段尽显老上海的万千风情 不过细细看来 这些旗袍似乎都是改良过的款式 首先这是比较中式一些 像蕾丝能体现一些比较古典的美 包括我们这次的发型也是特意做的比较传统一些 应该是改良过的 因为上面没有高差 就是像现代裙子一样 是一个直通下去的裙子 然后也是跟它一样是有暗纹的 然后这边勾一些金丝吧 所以看起来比较硬品一点 一个是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很称我的肤色很跳 然后另外呢 它是意大利进口的蕾丝面料 然后也比较特别嘛 夏天呢很多裙子都是旗袍类型的 那就是有各种花式 各种长短各种款式 这种蝉织的花纹啊 就会比较古典一点 这种改良过的小扣子 所以就是正常的旗袍 大家都会觉得它很传统 很适合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嘛 那其实现在很多旗袍 都是可以在你随时生活中 当一条小裙子穿都可以 保留一些旗袍的元素 加入蕾丝的面料 立体的剪裁 如今大家穿的旗袍也是五花八门 让人目不暇接 今天是一个红白玫瑰的这个主题派对嘛 然后又是红酒派对 那如果我穿的是很传统的话呢 就稍因为不太符合这个比较时尚的这个元素 所以我今天穿的这一是一身改良的旗袍 它包括这里是镂空的 然后这有个这个绣花 这都是手绣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符合这个叶上海摩登时代 二世纪三十年代那个感觉 然后可以看到后面这个领子也是 让把整个这个脖子加长了 体现出这个把这个锁骨露出来 然后我觉得就非常的美啊 有人在胸前做一点噱头 就有人在背后大做文章 这件黑色的丝绒旗袍 正面看似乎没有太多的特色 不过转过身来就要亮瞎你的眼了 这件旗袍主要是后面有这个花 对亮点在后面 然后比较符合今天的主题 所以我就选了这件旗袍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西式的旗袍 不是采取那种盘扣的 它主要是这里是一个扣 然后后面是拉链的嘛 本来想自己定制一条旗袍 然后正好就发现了这条旗袍 在家那边 然后是为了出国用的 然后国外人也很喜欢这种中式的一些旗袍啊 或者是复古的服饰嘛 从前面看 不太有亮点 可能它的亮点在后面 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些 bling bling的配饰 像包啊或者是键子这样 当然想在派对上夺人眼球 除了在细节上有设计感 还可以在图案上动一些脑筋 比如这件就和传统花花草草的图案不同 比如这件 几何图案的拼接 还有点彩绘玻璃的效果呢 其实这个旗袍它是我看中了一条丝巾 然后是用两块丝巾拼成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旗袍的师傅 他之前是在日本画这个日式国画的 然后后来回到中国定制旗袍 我们一帮朋友也一直在他这边定制旗袍 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丝巾 特别特别的漂亮 也会把它两块前后两块拼成一个旗袍 因为它要就是read的嘛 然后就选择了有read的元素的 那如果大家都是read的就不好看 所以选择就稍稍花一点 在这个复古的旗袍派对上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着装还不够符合要求 那也没有关系 现场就有人为你做造型 非常不错 因为自己有的时候想画 但是其实没有这么厉害 还画不出这么好的那种妆 耳环然后我觉得长得也挺复古 就不是很洋气呗 想做一个那种就是特别复古 那种波浪型的但是那个比较难 其实所谓的复古就是在我们以前的一些 比如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流行的一些东西 那现在放到现在这个时候 它就是复古的 比较挑的那种美貌比较细 然后就是比较复古的 除了妆发之外 这里还提供了很多饰品来搭配复古的旗袍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 不灵不灵的这种配饰 像这种的话它是一根项链 那比如说你比如说穿一些低领的衣服 或者是怎么样 它可以进去一个点缀 对吧 还有这种戒指 那有时候我们手上不会带很多 不灵不灵的东西的时候 那可以选择这种复古的这种戒指 大个的 而现在都很流行的 我比较喜欢我很夸张的这种 对很可爱 但是有点大 这种很漂亮 就看我的衣服吧 他们今天主题不是红白主题吗 然后我就穿了白色 然后就根据这个样子做个造型 那你觉得还不够那个贵 所以带入箱的 是的 我今天穿的不是很复古 所以说带一个好 拍拍照片 再熬个造型 在这样的复古主题派对上 你不用担心自己的造型太过夸张 今晚本来就是一场穿越的旗袍派对 光环夺目的那一个 一定就是当晚的派对女王